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就是把我们上课要讲的东西稍微调列一下 然后如果你要看详细的说明的话就去看讲义 可能有一些补充的额外的范例也是会放在课程网页上面 那我们先来看一下关于变数的命名 我们上礼拜已经有看到说你可以在你程式里面定一些变数 然后那些变数它可以设定它的状态改变它里面的值 所以我们先开一个Coblox的专案 那我刚省略的这个过程其实你应该是从这个file然后new 然后这里就选一个project专案 然后你开一个专案之后你再把一个空的档案加进去 这是最基本的形式这样子 那因为一个专案它其实里面允许你有好几个.c档 然后统统合在一起一起变异 但是我们现在一开始的这个程式 因为它的规模很小 所以大概都一个.c档就解决所有问题 所以你也可能省略这个开专案这件事情 就直接.c档然后就变异它 这也是可以的 那但是为了t以后做准备的话 你可以先养成习惯就是 你就开一个专案然后里面就一个.c档 那你有很多的.c档 可是里面只能有一个叫做这个intmain这个档 这个function 叫这个名字的function整个project里面只能有一个 整个专案里面只能有一个 因为它是你程式开始执行的地方 那你整个专案呢最后编译完之后呢 如果是产生一个可以执行的档案的话 那也是只有一个 然后就从这边开始执行 这是你要先知道的 那我们现在开一个专案之后 然后加一个空的档案进来 然后开始写程式 那等一下我们会利用这个专案 然后再去帮程式除错 那因为你要用除错功能的话 在code blocks里面它必须要是专案才可以 如果是一个单独的.c档 它是不能让你单部执行除错 所以我们现在就先做好这个准备 那上次有提到你的程式呢 大多数时候大概都是从这样开始的 那再来的话你就可能为了你要写做某件事情 所以你会可能先产生一个变数 比如说intx 所以你知道x是一个整数变数 那这个整数变数的话 我们再调大一点好了 整数变数它的名字叫做x对不对 那在网页这边我提到的这个变数命名的规则 它说你必须要是一个英文字或者是底线开头 然后后面就可以接英文字或者是底线或是数字 那这个x当然是可以 那你可以取一个变数名字叫做底线y 这个可以 或者是底线y然后123这样子可以 假设你的变数名称真的要叫这样子的话 那但是你不能叫3z 这个是不行 因为它是3开头的 是数字开头的 它不是英文字或是底线 所以这是不合法的 那你看它的颜色也知道说它应该不太对劲 所以你只能用这样子的方式去建构你的变数名称 那再来就是说它大小写是有区分的 所以你有小写的x跟大写的x是两个不一样的变数 你可以各自去储存不一样的值 所以这是你要知道的另外一件事情 那你的程式码应该就会包含很多变数 然后有一个简单的规则 你就去看一下上礼拜的网页 最后这边有一个coding style的连结 它里面大概简介了一些你写程式的时候你的风格应该要怎么样 格式应该怎么样 然后遵守通常的格式的话你程式看起来会比较 就是你至少你自己每次看的时候都是知道说这个是你在做什么 而不会很杂乱这样子 那其中命名也是一种风格 所以你要命名你要怎么去组合比较长的名字 那基本的原则就是说如果你在一个function里面的话 你其实function的变数的名称不用命的太复杂 因为function大概里面包含的叙数据不会太多 几行然后到几十行这样子 那所有你要做的事情应该在这个function里面呢 你应该都知道说这个变数是做什么 比如说它有i 有j 然后它可能有int这个num 然后比如说len这种名字 大概都是很短的名字 然后如果你真的需要取很长的名字的话 那通常是一些常数 可能你在外面定义的 这我们之后会看到 可能define某个 比如说像这样的东西 就是一个会取一个比较完整的名字 那通常是因为这个常数呢 会出现在你程式码的很多地方 所以你虽然说看到它的时候 你就知道说那是干嘛的 那一般在function里面的话 它所有的操作都是在它局部的 所以这个变数不需要取太长 你应该是看一看就知道说 这每个变数它用意是什么 那但是你也不会真的取变数取成这样 A B C D E这样子 所以你还是会给它一个简洁有力的名字 所以这个你们之后写的时候就会慢慢看到 那或者是你参考讲义里面的范例呢 它的命名大概都是这样子 就是不会太长 然后有特殊意义的才会取稍微长一点的名字 所以你依照这个方式去写你的程式 那可能写起来的话 那风格就会比较统一一点 所以这是一开始 关于变数名称的一些基本的原则 你可以遵守 然后再来就是上礼拜有看到这个function 那因为我们的程式是就是由这些东西去构成 有一堆function然后一个 每个function做一些不一样的事情 然后在你的man里面可能就开始呼叫这些方式 然后组合起来就可以做完成你的任务 那所以关键就是在你要怎么把 你的整个程式要做的事情拆成很多小区块 然后每个区块由一些方式来负责 然后可能有些动作是重复做的 所以那些方式可以被呼叫好几次 然后这样子组合起来就是你的程式 然后我们上次有看到 做像这样子的事情 就是这里宣告一个function 我们从头开始写好了 在这边有一个叫double square 那一个function它会有几个部分 就是它的function名称在这边 square是它的名字 然后呢右边这括号里面的是它需要传进来的参数 就是它必须要拿这些东西呢 别人呼叫它的时候要提供这些东西才可以让它做计算 那左边这个这里的话是告诉你说 它算出来的东西它要传回去的话是什么样的型别 所以由这第二行那样的长相就可以决定这个方式该怎么样被使用 那这是你必须要提供的资讯 然后我们现在实际上它要做的运算是把它平方之后传回去 所以你就会return然后乘上x 那因为x呢 这信号是乘法的意思 在那个c里面就是加减乘除 这四个运算符号 那因为x是一个叫double这样的型别 然后x乘x的话它还是一个double的型别 然后最后传回去的话就是这边符合这边说的double 那double是什么样的型别呢 它是用来表示小数的一种资料形态 就是我们之前只看过int對不對 就是整数值 但是如果你有小数点怎么办 3.14这样的数值怎么办 你要用什么样的型别去表示它 如果你把它用整数的话 它会把小数点后无条件捨去变成3而已 所以如果你想要表达3.14的话呢 你必须要用这种型别 比如说double 然后我们等一下还看到另外一个叫floor的型别 也是用来表示这种小数的 那差别在哪里呢 它会有不同的精确度 因为你在写一个小数点的时候 你是多少点多少多少多少 这些数字呢 它如果写太长的话 是不是需要越多东西去记它 比如3.14 那你又多两位1.15 这样的话 你要需要去记这个 所要花费的这个空间呢 应该会跟子记这个不太一样 对不对 子记3.14不太一样 那这个就牵涉到这个double precision 或者是single的差异 就是说你的小数点后 比如说到第6位是精确的 然后到第10位是精确的 那就需要用不同的型别来儲存它 那但是不管是怎么样呢 你都 你最终呢 你的 你要表达一个小数 你还是只有有限的位数 你可以这样想 所以如果你想要把 π呢整个写下来的话 是不行 你没有那么大的空间 把那些东西一直写下去 所以它会停在某个地方 那以double来说的话 因为它是用64位元在记录的 所以你可以想象64位元的话 你有一堆0101的东西 你要去记住一个小数点后 多少位的数字 那到底可以记多少 那另外就是说 实际上它在储存的时候 就是你 虽然我刚刚说0101这样的 二进位的位元 对不对 它怎么样去表达一个 这种十进位的小数呢 就譬如说这个 我们不要写3.14 我们写314好了 314.15这样子 如果是314.15的话 它实际上要被记录的时候呢 它应该还是要设法把这个 小数点稍微移一下 就像你们以前学那种 科学记号的那种方式 你要变成是某个数乘上多少的 十的多少次方这样子 这样你只要去记那个次方 以及前面的那个乘上去的那个数 所以真正精确度呢 会决定它精确度到底多少的话 就是那个指数次方 到底是在范围是多少 然后以及前面乘上去的这个东西呢 你可以表达到小数点后几位 这是我们在讲它的精确度的时候 所考虑的东西 而不是说纯粹看一个数字 到底它有多少位 因为那个 你其实都可以把这个小数点 移到这边来 然后变成10的几次方 那以double来说的话 它是到小数点后10位是对的 但是你要再更精确的话 它那边都是估计的值 所以当你在计算一些数学 就是做一些数值运算的时候呢 你不能相信说 你算出来的就是真正的答案 因为它最后还是要收线它的表达能力 那通常就会这样子 就是当你要比较一个double的数字 是不是等于某个值的时候 你不会用等号 相等这种符号去比较 因为它非常非常有可能是不会相等的 你只能说某个数 跟你预期的这个值有多靠近 所以你会去看它的差值 然后去绝对值看 是不是小于某一个可以忍受的范围 那这是你在使用double的时候要注意的 那所以我们这边 刚刚讲的有点 扯的有点远了 但是我们等一下会再回来 把这个不同的形别再好好讲一遍 那我们这边的重点是function 所以当我有这样的东西的时候呢 在man里面就可以呼叫它 对不对 所以我可以呼叫这个square 然后譬如说3.14这样子 那它会传回来一个double 就是如果这样写的话3.14传进去 然后呢 x就会取得那个3.14的值 然后那个值有了之后呢 它算完平方之后又传回来 那传回来的东西我可以直接 再丢给printf 这是我们上礼拜看到的 然后请它把它印出来 那printf呢 它总是希望你能够提供一个格式给它 所以我们之前看过实境位整数的话 你要用这百分比d 告诉它说我要把它传进来的那个数值呢 用实境位的整数方式显示 问题是你现在square这个3.14 它不是int 它是double对不对 所以这里应该要有一个相对的格式 来让你显示它 所以这边要用的格式其实是百分比f 这样的话呢 它就会把3.14平方之后的数值 然后传给printf 它就用那个小数字的方式显示 那我们可以看一下这样可不可以执行 所以变异之后呢 它没有错误没有警告 然后执行的话呢 像是这样子 就变成9.859600 这是它跑出来的结果 就是把3.14平方的结果 那它预设的输出的格式的话 就会是小数点后然后六位 所以缺少的那些它也补上0 这是它算出来的结果是这样子 那 printf 所以从这个例子你可以看到什么 我知道说printf好像有一个格式 专门针对这个小数点的格式 那再来的话我们可以 依照这个 这边的 写法呢我们稍微再把它改一下 所以我们这边写double x 所以我另外在这里 宣告一个double x x等于3.2好 然后把x传进来 这样子 那跟刚才的差别是 我刚刚是把这个数值写在这边是写死的 现在是透过变数然后来传 那我们可以看一下 其实它的结果应该还是一样的 它得到10.2400 所以这是3.2的平方算出来的结果 那 这边就会出现一个疑问就是说 你看到 这里有一个东西叫x 对不对 这边有一个叫x 这两个名称一样 其实只是凑巧而已 就它们没有什么关联 你可以把可以把这里的x叫做 叫做y也没关系 因为每个方选里面它的变数呢 是它自己的 所以跟外面的另外一个方选这个 它们互相看不到 那 当我想要把 把某个值 传给它算的话 我就必须要把它写在参数的地方 然后呢 这边 y呢 就会取得x当时的值 然后拿那个值来做 相乘之后再把它传回去 这样清楚吗 所以不要被 刚才看到这个 名称就都叫x搞混 它其实不一样的x 这是要 要先建立的观念 就是这个 这里的名称 名称可以一样 但是其实它们是不一样的东西 然后 然后 同样的道理是说 如果你在这里呢 把这个x的值改掉的话 x等于x 加1的话 那这边改的x也会跟外面的x没有关系 它不会动到外面的 总之就是每一个方选它里面的这些变数 都是它自己的 它独立 不会互相影响 那这个是 关于变数的 你需要知道的事情 关于方选跟变数 那 这个整个 程式这样写呢 你刚compile的时候呢 是没有错误 对不对 然后也没有警告 表示说你是 写对的 那如果说 我现在想要把这一段程式码 这个方选移到 它后面的话 那再把它编一次 就是 它会跟你说 它会跟你说 有一个warning 是不是 然后 type of square previous 所以它好像发现了一个 这个square 跟它认识的square 不太一样 那原因就是因为 我们刚才把这段东西放到前面的时候呢 它 它已经先 它在编译的过程中 它已经先看到那个square 长什么样子 所以当你正式在用的时候呢 它就发现说 这样的东西我前面看过 然后你的用法呢 你给它的参数 然后 行别也是double 因为x是double 所以你的用法还是对的 那 它就觉得这个方选是 它可以接受的 那因为现在 我把定义的部分呢 把它搬到后面来的 所以 它第一次在看到 这个square的地方 就是在第七行的地方 在它使用它的时候 所以它第一次看到 它就要用 这时候它会不认得 到底这个square 是应该长什么样子 那为了解决这个问题的话 你可以把这一行呢 复制一下 放到前面 然后 加分号 就是在正式的使用它之前 你就先把它的长相 先描述一遍 那这里只有描述长相而已 它实际上在做什么事情 都没有写 实际上做的 做的事情的话 是在底下才写的 那这个是你 之后呢 会常常使用的写法 就是这样 它让你可以把 函数呢 方选的宣告 跟它的主体 它的定义的部分 把它分开来 所以 你可以把所有的方选 整个 点c档里面有好多方选 然后 然后宣告通通放在最前面 这样子你就确保说 你 不管什么时候 你开始呼叫某个方选的时候 它都已经 它的长相都已经被知道了 然后 这样的话你可以 更有弹性 就是底下的方选 你就顺序就不用那么重要 你不用去 计较说 到底哪一个先呼叫 然后哪一个在 就要排在它前面 不需要这样子 这是 这是 你以后应该会使用的写法 那同样的呢 前面这include也是这样子 就是 为什么我们这边include 这个stdlo 因为 它里面有宣告的printf 是长什么样子 所以 当我们第一次用printf 这边出现 使用printf的时候呢 它不会认不得 因为你这边已经有include 那些宣告东西进来 只是说它把它浓缩在那边 那 然后 不用让你的程式码看起来很长 所以 其实里面呢 这段.h档里面的内容非常非常多 那 它会把它贴到这里来 可是 那个是compile的时候呢 前处理帮你做的 所以你的程式码 不用看到那一堆东西 这可以让你比较简洁一点 这是 你要出 关于这个function你要知道的东西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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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